今天凌晨清场的行动当中 有一名示威者被警察拉到暗巷 被殴打长达四分钟 事后证实这是公民党成员曾建超 民主派政党强烈谴责警方暴力 要求绿政司以及监警会进入调查 站中和学联也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警方有滥用私刑的行为 要求彻查 警察私营 无法补贴 无法补贴 警察私营 无法补贴 无法补贴 与20名泛民议员 星期三早上召开紧急记者会 公民党指被警员殴打的示威者 是公民党成员兼受付界选委曾建超 从电视画面看到 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 接着抬到天马公园一个黑暗的角落 有六位警员对他拳打脚踢 这很明显是执法为名 私刑为实 在香港是无可能接受警察这样滥用 这个私刑的 我也都在这里呼吁 如果特区政府是要保持警方的清誉的话 是应该立即对这六位警员进行刑事调查 我们今天是感到愤怒和悲伤 香港警察根本就癫了 濫用私刑 勾打示威者 大家都看到了 曾建超的事件 但除了曾建超之外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有多少个示威者 是被警方这样濫用私刑 学联即战中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警方有滥用私刑之嫌的行为 要求彻查 另外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谴责 要求将涉嫌殴打 示威者的警员绳之以法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支持明 changed 最好 简洁 這是 或许 确实 大